早就料到 不过其他人果然没法跟您比了 有两个是平民 另一个贵族一举一动就跟树兰一样 克莱因王子的身份虽然高贵 但也是没法跟您相比 怎料克莱因竟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意思是叫他们不要太嚣张 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像你这样的脸很快就会看你的 可还没等克莱因说完 拉纳姆就突然从他身边走过 粉毛看着举动都懵了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拉纳姆就直接把他踪在了墙上 眼前这个男生也太惨了吧 只因在兄弟面前展示新招数 竟被财团继承人嘲讽到禁忌之恋 就在他将粉毛的内心击碎后 双手一合就溜之大吉 只见拉纳姆回头目瞪粉毛 看着他那微红的脸蛋 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啊 可他怎么会看到我还能直接去睡觉呢 拉纳姆和粉毛坦白 其实他昨晚跟陛下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 这消息真是给粉毛惊道了 您不是学习过了吗 而且还学得很认真 只见他一巴掌拍到自己的头上 看来陛下在第一天晚上 就狠狠打击了这位的自尊心吗 而管家这边告诉女皇 按照惯例陛下应该给初次得到宠幸的测试送去礼物 只见女皇思索了片刻 那就给他送礼物吧 看来侍从长最喜欢的是内拉姆啊 可女皇下一秒就来到了格斯特的房间 怎料当他看到女皇的瞬间脸就红了 就像一只带宰的羔羊一般惊慌试错 只见女皇帅气地坐了下去 你现在应该不用逃跑了吧 想象你之前的逃跑史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昨天我没去找你 你是不是很难过 你的性格怎么一直都没变呢 我从小就觉得你很可爱 怎料女皇说两句他竟感到的流出了眼泪 其实我很担心你的 如果有谁欺负你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其他几个侧视他们脾气看起来都不怎么好 等你和他们说过话就知道了 怎料格斯特竟突然拉起了他的手 为什么要特意对我说这种话呢 面前这个男生可不简单 表面上是一只单纯的鸡毛犬 实则却是一头勾人的猫咪 入宫第二天就拉着女皇的守望皇宫 帝国的宫殿内 财团大少爷过得很是悠闲 这可是绝佳的机会啊 就当绿毛发疯的时候 财团少爷突然把他叫住 前方有女皇出没 可就当大少爷准备给他的惊喜时 却发现黄毛近在他的身边 昨天宴会的时候他一直低着头 没想到表面上单纯的鸡毛犬 实际上却是一只勾人的猫咪 只见少团主看着他们竟笑了起来 你说的对希尔兰 我得想个办法让陛下注意到我 先按你说的打扮一下 然后派人调查一下陛下的过去 我得先搞清楚女皇的取向才行 最好是能把女皇的初恋也打听出来 然后我就可以对症下腰了 克莱因这边还在自信地照镜子 陛下今晚肯定会来找我吧 毕竟他爱的人是我 可是从去火急火燎的感来 听说陛下今晚不来后宫了 克莱因瞬间就石化在了原地 女皇这边刚处理完正午 拉纳姆就请求参见 陛下送的礼物我收到了 那天晚上您并没有宠信我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 我会将礼物原路返还的 只见女皇摇了摇头 不管出夜市怎么过的你也是我的人 你就把他当作牵着手睡觉的纪念吧 你要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 连五次面都没见过 所以不用着急 反正你一辈子都是我的男人 你见过这么傲娇的男生吗 和女皇分享快乐的事实 结果说到一半就不说了 把女皇气得直嘟嘴 可那些信处理起来比想象中要慢很多 就当女皇询问要不要帮忙时 只见红毛一脸微笑 您可以帮忙笑一笑 给女皇都给弄懵了 不过我没法查看您在梅罗西市收到的信 您可以跳过国家机密 只把记信人和目的写给我 我想拿去和管理员给我的对比 处理这些信件可给女皇类蒙了 只见他随手拉开了一个抽屉 里面竟然放着拥兵王的头像 明明长着这样一张脸 怎么会没有任何说他长得帅的传闻呢 只见他盯着拥兵王的头像说道 今天不想再工作了 说着说着他就来到拥兵王门前 而他也在门口等候多时了 当门关上之后 白毛镜突然窜到了女皇身后 原来肖像画根本就没画出他万分之一的好看 只见白毛缓缓靠近 主人我一直在等您 而且是等了很久很久 从您出生的时候我就认识您了 看来他很早就想和我结婚了 怎料还没等女皇开口 他就涌了上来 把他推开后还一脸都委屈 为什么一直要遮住的主人 因为你总是亲我的脖子 你以后叫我陛下就好了 怎料白毛根本不听他的 还是叫女皇主人 紧张之中二人又来了个头状 白毛见状竟又笑了出来 然后张嘴就把女皇的手咬住 他是我见过最妖魅的后宫 竟然张嘴就咬女皇的手指头 而且眼神还如此的深情 可即便如此女皇还拉起了三八线 床中间的这条线我可记着位置呢 你一动我就能发现 所以你不准动歪脑筋 第二天一早女皇猛地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就是看床上的线 白毛虽然没有动 可他大清早惊对着女皇嘎嘎乐 给女皇整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女皇刚要走就被白毛叫住 还帮他系好了披风 这是什么情况啊 天亮了他就变正常了吗 而且他就像是只在床上坐了一下就起来了 卡尔拉因还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 怎料还没等他走出后宫 克莱因就焦急地赶了过来 只见他气喘吁吁的 您一定要这样说